譬如,我们吃饭,收菜,酸甜苦辣鲜,我们要是吃的时候,利一切香,积一切法。 啊,酸甜苦辣鲜都不知道了,都没有了,算不算开悟,不算。 为什么?你是白痴,什么酸甜苦辣鲜都不知道。 那知道呢?知道你是反复。 那怎么办?清清楚楚明明的智慧,如如不动,不被酸甜苦辣鲜所转。 啊,转说我喜欢这个,不喜欢那个。 能够把酸甜苦辣鲜看作平等法,全是假的,没有一样是假的,心性是变的。 这真懂得了。 啊,入道口里就说,有没有产生变化?有。 不是我们的变化。 我们是随着物质,酸甜苦辣鲜,起念头。 不,他不是的。 他这个词。 他这个词。 身平等性。 其喜悦向发喜冲啊。 我们尝到的味道,酸甜苦辣鲜。 他尝的是妙法。 不一样啊。 不一样啊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 并不难懂啊。 啊,一人是七句。 什么都好,没有一样不好。 不要挑剔。 啊,老和尚。 啊,老和尚。 生日。 大家给他做了一桌素菜。 他有口都没吃。 不是。 这是不是知识。 不是你。 这是黎民众生。 做这个事情。 。 啊,希望大家呢。 把这种嗜好方向。 恢复平常。 。 平常心是道。 叫我们这个。 做的人没做错。 。 老和尚。 老和尚的表情。 夜深。 都是欢欢喜喜。 只有这一次。 很不欢喜。 。 啊,为什么? 人足识之。 虚言道啊。 会增长贪心的。 贪心没有边际。 。 那个麻烦之道。 所以直接要进一。 啊,生活越简单越好。 养心。 心好。 身体就好。 精神就好。 啊,养心。 不要重视物质。 这一年现在的科学家都懂的。 啊,最近的。 这一二十年。 量子力学家提出来。 一心空虎。 啊,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。 这个在佛法里头就是经上常识的。 静随心转。 一切法从心向身都讲这个道理。 啊,只要心上。 只要心真,真诚。 就能转动所有物质现象。 啊,最贴近的是自己的身体。 然后我们生活周边的环境。 这个道理。 库修家。 库修家。 到最近。 这十几年。 二十年才发现。 那佛在经上。 三千年前就讲得很清楚。 很明白。 啊,现在人看不懂啊。 啊,古人看不懂。 为什么? 古人心清净。 现在人心的欲望。 超过古人千倍万倍。 这是死者。 这是死者。 古人心没有余。 随遇而干什么的欢喜。 啊,得到没有欢喜下。 失去也没有悲伤。 啊,心永远保持在平静。 ad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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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